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三星电子此前通过在4月份首次推出4nm工艺的多专案晶圆MPW服务,展示了4nm工艺良率的稳定性。 MPW服务是指通过在单个晶圆上印刷各种类型的半导体来制造。 由于多家无精元厂公司的原型机都是通过MPW服务生产的,因此只有在良率稳定后才能开始MPW服务。 据CDNet Korea近期报道,三星代工已从数据中心行业的一家主要客户那里获得了高阶4nm工艺的订单。 近期,High Investment and Securities一名研究员在一份代工报告中表示,三星电子成功改善了4nm的良率工艺,引发人们猜测,三星电子可能会扩大半导体代工,及合同制造的主要客户的合作。 据业内人士透露,三星电子代工厂最近获得了用于数据中心伺服器的AI半导体客户订单。 该半导体公司计划通过三星设计解决方案合作伙伴DSP的设计,于明年下半年在三星电子代工厂4nm工艺上进行量产。 这项新订单似乎是基于三星电子4nm工艺量率比之前更加稳定的评估。 据分析师称,三星电子的4nm工艺量率评估已升至与台积电相似的水平。 直到今年年初,业界预计台积电的4nm量率为70%至80%,三星电子为50%,但目前估计三星电子的4nm量率已升至。 据WCF Tech报道,三星目前采用4nm工艺的不同电体,称为4LPP和4LPP Plus,两者均用于行动SoC生产。 然而,三星代工厂有可能转型为人工智慧半导体行业服务,并利用其4nm工艺的能力。 虽然报告没有具体说明订单来自何处,但消息称该客户可能是DMD。 自从AMD将晶圆制造业务玻璃之后,晶片生产就要依赖代工厂。 14nm节点之前,依靠格罗芳德,7nm开始依赖台积电。 这几年的业绩大涨也有台积电的功劳。 然而,台积电虽然产能、良率都很靠谱,最大的缺点就是贵。 这两年半导体行业大流逝,台积电先进工艺又没有对手,5nm、3nm工艺代工价格贵出天际。 AMD是有成本压力的。 台积电之外,还有先进工艺一战之力的就剩下三星了。 但是三星这两年也有各种槽点,产能无法保证,良率也不靠谱。 技术水平比台积电要差一截,就算低价抢单,其他厂商也不敢把主力产品给他们代工。 好消息是三星,最近很多爆料称其4nm,良率从61%一路提升到75%,与台积电的80%良率很接近了。 良率提升,再加上比台积电更优惠的爆价,三星先进工艺的优势也逐渐显露出来。 如今,严重依赖台积电代工的AMD也动了烦心,想要降低晶片成本的话,找三星代工是少不了的。 而且三星崛起,跟台积电弹价格也有底气。 AMD被爆出跟三星洽谈代工合作,不过具体生产哪些晶片还不确定,应该不会是高级型号,可以把一些不那么先进的处理器显示卡给三星代工,降低成本。 在7奈米以下节点的代工市场上,台积电一家占了90%的份额,依赖性确实太大。 AMD寻求其他合作也不意外,类似的还有辉达、高通甚至联发科等公司。 尽管传言还指,Google和AMD都将与三星签署协议,已获得4奈米订单。 现在,AMD可能不会很快放弃台积电,因为其主要产品仍计划利用台积电的工艺,但台积电方面正发挥最大能力来满足挥达的大量订单。 这也许是AMD倾向于选择三星满足自己需求的原因。 AMD宣布,其最先进的人工智慧绘图处理器GPU MI300X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开始向部分客户发货。 根据分析师的说法,这一宣布对辉达构成了最强有力的挑战,辉达目前在AI晶片市场上占据了超过80%的市场份额。 另据DJ Times消息,回答,AIGPU出货逐机飙升,接下来,AMD MI300系列将在第四季底量产。 而半导体业内人士表示,近日传出,AMD的AI晶片将转单给三星电子,但目前,AMD与台积电合作以至2nm世代制程,转单可能性不大。 主要原因是,5nm以下制程,至少两年前就必须开始合作。 现在,VMD高度仰赖台积电,也没必要冒险转单。 无独有偶,三星晶圆代工部门传载抢走台积电订单。 三星近年,不仅在晶圆代工先进制程,及起直追,也积极部署车用业务。 今年2月,和美国晶片制造商Ambarella达成协议,代工生产,其用于处理Level 2至Level 4自驾数据的CV3AD685晶片。 三星4月,也赢得英特尔旗下公司Mobileye的iQ系列晶片生产订单,供应先进驾驶辅助系统ADAS的晶片。 先前,Mobileye是从台积电取得这类晶片。 据韩国经济日报7月下旬报道,三星寄取代台积电,为英特尔旗下自驾技术部门Mobileye生产晶片后,将再分食材刚交由台积电代工的特斯拉下一代全自动辅助驾驶FSD晶片大单,成为特斯拉未来Level 5全自驾车关键推手。 报道指出,三星之前是特斯拉较早版本FSD晶片代工厂,用于特斯拉旗下Model 3、Model S、Model X及Model Y等电动车。 但特斯拉去年选择以台积电为生产HW5.0汽车晶片的主要伙伴,因为三星的4nm制程量绿距陷落后台积电。 产业观察人士指出,三星此后已改善良率,几乎可与台积电相比拟,成为争取特斯拉订单回笼的关键。 即今年5月,三星集团会长李在荣与三星北美半导体研究中心与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会面后,双方正在加强合作关系。 当前有消息称,特斯拉已决定,委托三星电子代工量产工HW5.0使用的晶片。 业内人士表示,三星4nm晶片将用于特斯拉计划三至四年内量产的Hardware 5,自动驾驶硬体HW5.0电脑。 HW5.0是特斯拉重点研发的下一代自动驾驶硬体,预计将在两年左右应用于特斯拉的高阶车型或L5级别自动驾驶汽车。 在去年HW5.0开发的早期阶段,特斯拉曾选择台积电作为唯一的代工合作伙伴。 然而,这种情况在过去两三个月发生了变化。 由于三星将其4nm等尖端工艺的量品率提高到70%,与台积电的水平相近。 多名熟悉三星台积电的人士透露称,三星执行董事长李在荣 今年5月和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会面,讨论强化科技联盟的方式时,便开始酝酿改变。 三星主管稍早则说,李在荣和马斯克的会议聚焦于科技合作,包括共同开发全自驾汽车晶片。 特斯拉已经决定接受李在荣的提议,且正在酝酿选择三星和台积电作为多家供应商,或者100%外包给三星。 因为李在荣为特斯拉提供了客制化的技术,相对有吸引力的价格。 这次产业人士则透露,李在荣在会议中向马斯克提出难以拒绝的优惠合约价格。 韩国产业人士指出,现在科斯拉计划同时和台积电及三星合作,或完全把台积电的订单转向三星,量产这款第五代汽车晶片,但分拆下一代汽车晶片生产到这两家公司的可能性最高。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